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喜欢吃的 哇 鱿鱼 我喜欢吃 哇 长中饱 我先吃吃看 吃上去又脆又香 挺好吃的 哇 还有兔肉 麻辣兔肉 吃吃看 麻辣兔肉 哇 又香又辣 吃下去 现在像马一样 哇 还有小龙虾 夏天 有谁不吃小龙虾吗 我在家里就可以吃小龙虾了 嗯 好鲜 跟外面满着一样 吃完这么多 喝杯饮料 这个进口的宝果汁 喝喝看 喝完饮料 再吃一口海鲜 这个牛里辣 鱿鱿 吃一口海鲜 吃一口海鲜 哇 像在海里一样 像在海里吃这个新鲜的鱿鱿鱼 吃上去有一点点辣 而且非常的新鲜 啊 终于又饱又解渴了 那么这个又解渴 又能吃饱肚子的这套餐呢 叫做阳光补照的套餐 那么这个套餐的另一个功效呢 就是让自己 让身体啊 进行这个光合作用 让身体的某些部位 变得又大又长 那么这个我们不说了 我们说要送了圣品 会送一个USB的电风扇 那个电风扇呢 我拿给大家感受一下吧 那么就是这个US电风扇 啊 USB电风扇 只要一起动一插上 那一场龙扇风 直接把菲律宾催眉了 请看大屏幕 那么这个套餐呢 只要138 而且购买 立即购买这个套餐 就送五元文文卡优惠券 而且五星好评还反现五元 等于说这个套餐只要一把208 非常非常的划算 那么欢迎大家来购买 各位同学们啊 这次我们Bronian呢 还是给大家推荐我们浪子党自己的主题T恤 上一次视频里穿了给大家看了之后啊 推了之后呢 短短几天之内就卖了两百多件啊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都是好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全是好评啊 然后让我分享的受宠若惊啊 感谢大家满满的爱和对我的支持与信任啊 那么还要说一下材料 为什么选择中国风呢啊 这是很多人问我的问题 我只能说咱们浪子党 对吧 呃 虽然是放荡不计时天性 但是文化传承这方面也绝对是先锋军啊 呃 行浪子之风传中华之美 为了能够让大家就是更加直接直观的欣赏这件T恤呢 咱们啊 特意就是水友群里面找了一个找了一位啊 浪的不行啊 骚的浪的不轻骚的浪子党成员来拍照 绝对不是专业模特啊 大家可以看到不需要专业模特 普通的水友普通的浪子党成员穿上他都能逼格进线 气质十足浪的飞起烧的一逼啊 黑白两种颜色啊 你可以看到门禁拼接打杆对吧 呃穿上去呢 显得更加挺拔 开开插的这个看里面就开插的下腰啊 还有压压压工艺啊 穿上去呢就非常的就是质感非常好啊 然后搭搭配上呃强烈的压麻 满满的都是烧啊 呃背部这背部浪子党的刺绣啊 针脚非常的细腻做工了也很用心 还有这个再加上咱们胸前的独有的印章啊 还有这个浪子点缀 你就是一名合格的什么老师级了啊 搭配套餐的话 呃就是衣服加裤子更加有优惠 优惠是什么呢 才送价值不菲的时尚撩妹太阳眼镜一副啊 呃怎么说呢 总结一句话出海不带奖行船不用翻咱的一生全靠浪 qsdota.tabo.com 这个夏天 浪子当道 现在给大家隆重介绍AK40机械键键盘的巨猛RGB全彩版本 每一颗键帽下都隐藏着千万级色域的全彩混合 每一颗轴体内都隐含着10颗蓬勃爆发的霓虹仙脏 把它买回家 你收获的不只是一把键盘那么简单 你收获的是脱江野马在无尽的草原上疯狂奔驰的快感 无限制的敲击键盘让每一颗键位都变化出不一样的色彩 金属面板的全彩RGB机械键盘 在这个价位完全做到了铜扫无锡价格优势碾压一切 来吧浪子当的成员们 长久以来一直困扰小节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从弯难变成软难 是到如今他终于得到了答案 只要坚持长期使用情书外设定的木马人游戏鼠标 就能有效增进男性荷尔蒙直观分泌肾上腺素挂腐朽为神奇 改善男性精神面貌R在日常的游戏上 木马人游戏鼠标同样性能出众 不仅有六种灯光六种DPI可选 还有着寻常鼠标所不具备的绝佳手感 用过的朋友都说好 你好我好大家好 爱再千万加 幸福你我他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情书最新一期的DELTA第一视角 这个夏天对于咱们DELTA玩家来说真的是一种考验啊 您要说在网吧里面还行啊有空调对吧 您要说家里面吧 常开空调其实也不好还浪费电对吧 所以呢 这些人上网啊 一看到主要是关于这个热这种关键字啊 这就受不了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冷门的英雄 对吧小鹿很多人看到这个标题 对吧也小鹿哎 这英雄我不喜欢啊也不常玩 那是索性就不看了 不过老司机都知道啊对吧看我视频 不管我玩什么英雄都是来听我聊聊天的啊 这其实呢你们要求太高了 对吧太多了啊有时候我玩卡尔吧 损你了不玩吧 说来点这个卡尔对吧 包括发条了这个隐魔了啊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对吧 因为咱们这个年纪的都是过来的 以前能够上网就不错了对吧 而且这个上网呢 如果你一天是就学生实习啊 如果你一天是十 一开始就是差不多两块对吧 小学的时候一两块一天 到初中的时候呢五块十块一天 如果你是十块一天的零花钱的话 对吧那你得好好的分配 首先你分一半出来啊 五块和五块五块呢用来上网啊 当然我知道这五块上网 只能上两个半小时或者是两个 两个小时这是远远不够的对吧 那没有办法如果因为你还要把剩下的五块怎么分 用两块或者三块钱买一瓶水 然后再剩下来的钱呢和兄弟几个哥们几个对吧 凑一凑买买包烟分分的抽 那如果你是二十块零花钱的话 对吧那才差不多 因为呢十块钱可以上一个下午的网啊 有时候甚至就是说晚上有时候 咱们这个爸爸要打麻将的话啊 你下午还不能把钱全上完 你得留在晚上上 对吧所以我小时候啊 最最幸福的事情还不是这个网络时期 还是没有没有互联网的时候 然后这个爸妈在游戏厅里打麻将 咱们有无限的铜板去打游戏机 那才是最幸福的事情啊 所以说大家这个看看到这个小鹿这个英雄才知道 能够看到我出小鹿这个英雄啊一定是非常的开心 对吧而且是一个中单小鹿 很多人看我视频呢这个学习呢不说进步了 对吧学习这个也能顺利毕业了 工作呢不说升职呢也上岗了 对吧那分手也不怕寂寞空虚了 那为什么呢啊 这个呢我就觉得对吧 我的视频能够给人一种正能量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快乐 对吧然后呢你快乐是什么快乐 他不是一种状态啊而是一种心态 如果快乐只是一种状态的话啊 那你就就像我们就是平时工作那样啊 就会活的比较压力比较大 那什么是这个快乐是状态呢 就比如说哎今天咱们要去参加好哥们的婚礼了啊 但是呢哎呀最近这个咱们呃工作压力也大 对吧再加上这个哎呀朋友欠钱还没还 那么但是呢就是去朋友的婚礼又要开心对吧 那么要要快乐这种状态对吧快乐就是一种状态了 那么心态就不一样了 如果快乐是一种心态的话 那么你才是真正的快乐对吧 现在为什么我们年纪轻轻的压力那么大呢啊 因为呢我们就比如说学学业咱们就不说了啊 特别是刚出社会工作的对吧 特别是像我是正儿八经从底层过来的啊 他还没过来的就是生活的过生活在底层过的我来说呢 对吧因为就比如说这个咱们工作是的这个职位是销售好了 对吧最基本的销售那销售是干嘛的销售最简单的啊 就是卖产品的啊呃卖产品然后换人民币换钱的那就是交易对吧那因为这个市场的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交易那交易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给你你给我就是交换那交换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就是我给你的哎 你觉得你需要你给我的我需要啊而且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平等对吧交换的基础就是平等就是因为现在老板们就是让咱们对吧 让咱们用50块的大钞去卖100块钱所以呢咱们就压力就大啊每天压力就很大那咱们的视频中呢就能让你们的精神得到缓解让灵魂得到安慰对吧 简单来说呢你能看到我的视频不仅能够学到DOTA里的知识还能学到这个DOTA外的知识对吧那知识呢就是会给人什么知识就会给人重量对吧成就给人光彩那大多数人呢只是看到了光彩而不去称量这个重量所以呢你们看我的视频之后啊你整个就简单来说啊整个人生就得到了升华 对吧这呃是我的咱们视频咱们的视频呢就是大家呃嗯精神放松的地方那有人这个放放松精神对吧像小杰就喜欢这这个D8酒吧慢摇吧对吧让这个呃怎么说呢就是酒吧就是他这个他实现的就是实现梦想的舞台对吧让膀胱在热物中爆炸让前列线在畸形中重生啊所以咱们呢不能学他一样 就是没有梦想啊你想一想在小时候咱们谈起梦想的时候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应该现在谈起梦想的时候啊只想赶快睡觉但是呢咱们还是有梦想在一首诗里面写的非常好对吧就我觉得就是就是形容小结的这首诗呢叫做有的人对吧说到这个有的人活着 但是就好像已经死了啊那有的人死了才知道他活过啊这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说小结就像一个活死人一样啊但是呢你话说回来他有的就他的活法呢也不错就是比较自我不像咱们自从当了解说之后呢对吧就最近的这个南海啊 就菲律宾事件呢就有人跟我说了啊请说啊你这个这这这这对这事怎么看啊我怎么也不看你没有发生啊然后呢怎么不捐点款你会当兵吗你会参战吗兄弟啊 啊不是还还说我最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说你真不配当工作人物兄弟啊我真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这个不是这个可不是就是就是打仗啊这这不是可不是打架这是这是打仗这是战争啊战争会怎么样战争是正儿八经会死人的啊战争真的呃了解过没啊希特勒的一生对吧这真的是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自然而然的 有时候真不可避免的就作为一个屁民啊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这样的玩过战争没啊战争你采金矿采树金矿没了啊你得金矿没了你得怎么样啊分基地树没了去外面对吧你这样建着建着发展的发展的你就一不小心会抢到别人的资源了我觉得这这个地球也是这就是这样啊就作为一个屁民随便说一点 我觉得资源总是有限的啊战争呢就总就是摩擦总是不可避免的啊那作为咱们那当然是这个风生雨生读书生世世啊不生生入耳家世国世天下世世世世关心啊但是世世关心也不是代表让你世世刷屏啊到哪都都都都刷捐款了没啊去不去参战 咱们中国人当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吧但是就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摩擦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呢就好像是一个人久了会上瘾两个人久了会上床一样啊 这就是自然规律而已为什么就是我我就觉得为什么就中国上下不都就是说有咱们也不了解这个天文也不了解地理啊 其实可能说的也不对那为什么中国上下就五千年的历史对吧那为什么地球好像就是有这个几亿或者几万亿年的生命对吧因为我觉得总他总会有这个全部重来一遍的这种不然为什么没有记载呢啊咱们就不说这个几百年几千年了咱们就说咱们这二十多年对吧这身边的环境变化了多少啊 从从农村到城市从你看这个包括呃但是虽然啊楼房变高了对吧你家的装修变漂亮了一切看起来对吧这些树树花花草草呀对吧都变漂亮但是生态环境总总而总体的说应该是变差了啊 那么咱们还是回归主题啊小鹿这个英雄呢今晚大家都是不常玩啊但是大家对他一定不陌生特别是这个DOTA2里面的小鹿之前一个版本特别流行的就是小鹿招一个销兽 对吧那么他就会成为新一代的打野王啊招一个销兽然后拉四五波也然后销兽一个不是有这个吹风的技能吗 然后一吹风那个野怪是不会动任由这个吹风打那么呃几波也一清完啊钱也多了然后等级也高了 如果一个人直接的话迅速到六学他的大招推进这个单点爆发特别无敌的这个推进技能之后那么他就会成为怎么说呢呃前期能打出非常非常高爆发的一个打野英雄 然后他的技能除了二技能我觉得就前期必不可少稍微能顶点用之外呢到了中期他的二技能就比较积累 因为他如果是正常加点的话这个二技能前面不太会点点的特别高对吧二技能除了能够招野怪的他还有一个减速的作用 而且他减速的作用呢你除非降到顶级是50%啊如果你前面打野只加一级的话就只减20%的速就是没多大差别对吧 然后一技能呢啊绝对是一个神技不可侵犯这个技能如果你是一个什么人马流浪啊这种 攻速本来就慢的英雄对吧然后你一技能如果点到顶级你的攻速打他打小鹿攻速就会降低百分之一百二 特别特别的嗯bug啊这个技能特别夸张 然后三技能呢加血啊呃这个技能放在小鹿身上呢也算是一个神技 因为小鹿本身就非常的脆然后他加血呢他一级加血就差不多顶一个大药啊一级加血就是他会有旁边会有小精灵啊呃如果旁边没有人分担加血的治疗量的话那么他一级加血对本身是加三百就是有三个小精灵 然后每一个小精灵每一秒能加十点血持续十秒然后到了顶级之后呢是九个小精灵加九百血 你要想自身回血九百那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而且呢回的又快对吧那大招呢啊就更刺激了大招 这个技能呢他就是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就是魔法效啊就是那个什么附魔效果也就是法球效果吧应该是啊 是根据自己的英雄和目标的英雄的距离造成的额外伤害也就是说别人离你离得越远 然后呢伤害越高啊他是一个攻击特效而且是不和别的特效得掉也就是说你不能出什么暗面啊你不能出暗面这种装备 然后还有就是神杖有对他有一个升级啊就是攻击距离变得更远了好像是因为这把呢我没有打野对吧没有给大家呃没有让大家看到小鹿这个英雄在野区一盏雄风 不过呢问题不大因为中单小鹿也是可以的啊中单的一他不怕别人消耗啊因为他有三技能二呢他也不太怕别人对他进行一个干卡吧 因为前期如果玩的再细腻一点的话招个野怪对吧跟跟人家就是骚扰一下然后或者是空空服什么什么的 啊出装呢啊基本这这这把呢我是裸出了一个推推因为推推棒这个道具就是因为 一可以追杀对吧二呢可以配合他的大招刚才我也说了他的大招就是别人离你越远 你就打出最高的非常高的伤害你可以用推推就比如说你在剃就是他的大招就是剃对吧快捷键你剃别人的时候别人跑 那么你趁他跑你觉得差不多你打他你的毛放出打出去之后 然后你再推他一下就可以杀死他的血量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推他一下了啊呃 只有推推可以跳刀是不不成立的啊就是怎么意思呢你如果 剃一下出去你人往后跳 那个伤害是不会判定在你跳刀落地的那个位置是会在你就是射出去的那个位置啊这么讲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啊因为小鹿这个英雄一开始我也想哎那我出了跳刀我一射之后我往后跳那么伤害不是特别特别高了吗啊 这位FUR来找我们的哦这个B仓切的漂亮FUR出了一个非常恶心人的这个刃甲啊他的刃甲呢这把一出可以克很多人哎呦这边还有一个我直接推推推走 最最克的啊就是神灵武士然后呢我的这个替他也能够反弹啊这边有一个马上出疯胀的活女啊他们已经全部都 咱们这个他们就全部去打呃这个推塔了这个活女已经落单了漂亮 西北小炮王上完你说分啊你看这个先打到他的名字起的啊都非常的空虚啊 这边一个全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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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比较克老小鹿啊因为全能一加这个磨免之后你看我一推他直接死 这个伤害呢特别的恐怖特别是对这些特脆皮英雄来说然后小鹿 比较被什么英雄克呢啊小鹿最最怕的是谁就是雷尔因为雷尔这个英雄基本上你看我小鹿11级只有750血就是说现在一个雷尔一个 现在一个6级雷尔一个次大就能把我直接秒杀连回血就是就回血都来不及开开了也没用因为他是爆发伤害所以小鹿最最适合的就打什么 就是像老鹿啊活女啊这种能够放AOE但是秒不了你对吧你开着加血然后就一飙一飙慢慢飙这伤害老高了老恐怖了 这个英雄为什么就是很少人能够上手就是因为他的操作难度比较大然后呢对于这个打团战呢对吧战位又要好又要知道他的这个输出要去输出在谁身上再者呢他要学会补经济因为这个英雄 如果你玩不好那就是你玩这个英雄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打野啊因为你呃这又没有什么技能去补哎这边我上去想杀人但是被小白直接拉住拉了很久来了一个这个F1还好我开出了我的回血你看我现在这个回血术连火枪打我我都不带不带回头的啊但是他开了认假我一飙等于飙到了自己身上那边一个 火女的T我又躲了火女的T这边先回下血我这回血真的是特别的变态你看你看到啊然后这个火女想杀我不成反被杀这边火枪还在输出我们的赏金又是上去一个标然后一个减数我这边一标 两标推他一下直接是中标了漂亮那么可以看到啊我已经变态杀了并且在中路完成了一只双杀这边流浪听闭下来又跟我聊了直接一个加血吧我们的府王和赏金都加残了 这个小白上去下来一个而我一个标两个边又收走他这帮三杀来杀了这个全能骑士哎呀如果杀了这个全能骑士我将四杀 如果让我四杀了我肯定和这个F1血拼到底但是我没有四杀啊 没有四杀都看一下 哎还是算了啊这边我还可以给我上了一个骨灰我可能要被塔打死开不出这个加血 妖怪般的杀路就这么送走了啊 不过没有关系啊这个傲慢是我的本性 潇洒呢乃命中注定如果刚才全能骑士的人头 是被我收到的我真的我就不标这个F1啊 对吧导致我后面直接没来开加血我就 开一个加血我用普攻跟他慢慢耗对吧 我身上还有七八格魔棒 然后再来一波暴走啊我们的哈斯卡生令武士避张之后不知道他的假腿是避张之前补来避张之后补的其实哈斯卡这个英雄我感觉如果他很快的避张的话就不用这个假腿啊 因为他的攻速本来就已经特别特别的快了 我这边死了一波断了一下节奏啊 呃第二件啊我们看这边活女 哇这个赏金可以啊我们的赏金可以说是节奏之王 这边呢我又做了一个跳刀 虽然说跳刀不能够让这个推进的伤害加成啊加加成 但是跳刀这个道具呢你比如说你呃活女吹风啊你可以跳走追杀人你可以用在这边一标啊两标再推断一下直接收走这个全能 然后再一标这边来了一个FUR他开刃甲打不疼他这个FUR是比较会玩的啊 因为呃什么假力量假腿堆堆些装备然后裸一个刃甲的FUR是非常能刚的 非常能刚的啊这个套路也在各种比赛当中用过这边上路一个火枪 但是有TP你要想面对小鹿这个英雄再带一个TP小鹿好像确实没有什么办法 你不可能为了为了这种TP夺小鹿追杀的然后去做一个吹风吹风这个英雄我感觉没啥用 啊吹风这个道具我感觉装在小鹿身上对这一局的局势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啊 最近我看到有人问我这个对于多套的前景啊 问我怎么看其实呢这个问题我虽然说大约我看到过啊 但是不是问我说好 n9年前大概五六年前就有人问这个多套的前景对吧什么看法 其实呢我再怎么看这个还是只能坐在电脑面 嗯坐坐在电脑屏幕前看对吧 其实吧这个多套的前景真的不是我们玩家 嗯可以就是不用玩家去操心应该是这个职业选手啊 或者是游戏公司去去操心啊 再加上就算再过个我想一下啊这这这咱们这个dota这款游戏再过个说点不过分的话 再过个两三年肯定还有人玩吧 对吧就算再过个五六年没有人玩了 匹配不到人了咱们对吧 在水友群里面拉十拉九个人 咱们一起一起刀一把 然后找一下当年的回忆那种感觉也是可以的 对吧 也许那个时候呢就不是为了不是为了竞技竞技也不是为了赢啊 啊也不可能也可能也不是为了打dota啊 就是为了找一下感觉啊 就像可能我们老了以后就会跳跳广场舞啊什么的 这也说不定对吧 那个时候对吧 西边的太阳已经下山 夜幕降临 老年艺术团的午夜文艺演会啊 文艺会演又拉开了序幕 伴着台下所有男性前列线抖动的潮水声 东方艺术团团长格尔牛闪亮登场 力压滚筒洗衣机的抖动频率 仿佛要撞破观众们的脆弱的泌尿系统 在座的男性无一例外 全部流经 好这边我看了一下对面全能骑士的装备啊 没有想到这个小子 这这把对面都挺会玩的啊 这个FUR也好 然后全能骑士也好 你知道这全能骑士竟然在做什么装备 不他居然在做双刀 要走一个DPS全能啊 这全能啊 这把我看他出装的速度 就他现在已经可以单挑这个神灵武士了 然后加上他的大招和二技能 基本上顽客我们这边的阵容啊 对面的FUR先知装备特别好 做了一个一个红杖 然后再是一个刃甲 也就是他现在又克我们这种魔法这种输出又克这种进展 这一局啊 其实小鹿的输出啊 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他不依赖装备 因为你看我推推和跳刀 他本身的攻击是不怎么加的啊 你说到底都是打打这个就是把标射出去 也就是说你不你不像是别的英雄啊 你装备总能让你的输出加成 而小鹿不是这个英雄就是打一个输出环境 你有标你就持续持续能够输出 只要这边我们又死了两个队友啊 又死了两个兄弟 这把怎么说呢 非常比较靠队友吧 因为他小鹿一个人又不能推 然后一个人呢 其实说单杀也比较困难 就只能单杀那种就是没有什么控制的啊 然后比较笨的英雄 我开了加血顶着塔 然后再拆对面的跟那边换塔 对面刚才在下路推塔 下一个装备呢 就 这个场地啊 你和他问的那个哈斯卡 你和府王是开黑的吗 怎么感觉你俩智商差不多啊 这哥们俩 挺斗啊 我们这边急事一崩啊 就出现了就是这个有点内讧啊 怎么能这样呢 对不对 咱们匹配到一起就是战友 战友是什么 战友就是兄弟 那兄弟是什么啊 兄弟是天 兄弟是地 有了兄弟才可以顶天立地 兄弟是风 兄弟是雨 有了兄弟才可以呼风唤雨 怎么可以内讧呢 对不对 这边中路对面又杀了咱们一个兄弟啊 我只能默默的一个人在上路推他们的塔 这边我先先不管啊 因为 毕竟小龙这英雄 你说 也不太能逆天 也不太能牵制 你说要是我打一个怎么说牵制型英雄多了 对吧 比如说小鱼人啊 那最近又比较火的 TB啊 出个灰药啊 就靠分身这样狂带线 然后狂退塔啊 这边对面的全能 全能骑士已经是双刀了 双刀之后 我感觉他应该还会做一个冰眼 因为那是非常基本的 就是DPS刚正面的这种全能的装备 然后我这呢 也差不多 对吧 做出自己的A杖 那A杖对于小鹿 其实小鹿的装备 基本上就是撑血 撑血吧 然后做一点什么回篮装 就是简单点对吧 撑撑血 然后做回篮装 他的A杖呢 又加强了他的大招 然后呢 又能够给小鹿提供一个安全的输出距离 因为他的大招如果的这个射程远了 那就说明对吧 他在安全距离 比如说你像现在这个射程啊 你要你你 你要看你这么输出 你要活女一个吹风 或者小白上来一个扬 一个拉就把你给杀了 根本就不用多余的技能啊 救活女的一套 然后再加上什么 呃 这个英雄就是小鹿 这个英雄也比较怕膨胀啊 因为 这个先知 我看好像就在 在这个升级膨胀的等于这边 斧王一个吼 我直接推推跳刀过去啊 斧王直接是一个双杀 这边提B下来一个非常恶劲的全能骑士 我给他一个减速 想耗他一波 但是 他跑得非常快 全能骑士 这个英雄他非常的恶心啊 因为呢 又杀不死 然后呢 这边一个连火箱都出了跳刀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这边斧王吼住了 加上套子的全能骑士 把他给斩了 漂亮 这边还有一个火箱 我跳上去 我就是一标 这个FU要看他敢不敢飞啊 他应该是不敢飞了 继续带线了 这波你看打的 我们这个斧王先手 冰魂丢大 这个 打团还是非常凶猛的 到后期 对吧 斧王一个什么 冰甲BKB 对面呢 他毫无没有 毫无办法 然后再加上对面的这个火箱 还没有全能飞 但是我们这个阵容呢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神灵武士 装备不碾压对面 或者不领先对面的情况下 我们好像推塔有点慢啊 你说像这个神灵就是 必章 然后马上什么绿杖 加上天堂 后面又补这种什么墙袭啊 或者是龙心之类的装备 那么我们不管是打盾 或者是推塔 对面基本上你看这个火女 这盘已经很惨 这边小Y还在发单 火女吹风 救了自己 斧王一个吼 我一个标 这边一个标 灭死了两个标 三个标 直接把这个小Y 三标直接射死 小Y之后 又是一波上下 推一下这节 对面这个全能 好像已经无法无天了啊 难道没有人 我先杀这个F与吼啊 又是一波三杀 这边啊 他终于没了这个套子 他给自己一个加小友 后面还有一个火枪 我先射火枪 这个火枪非常机智的逃跑了 这个冰魂点不动他 而这个带了套子的全能 我好像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再看他的装备 他也不过是一个相位独球加双刀 但是你要想一下 这个全能的光环 再加上独球 然后再打出残废效果 一个人基本上就是站那挨打 因为他跑到野外商店 应该是小鹿不跑 A他他死得掉的 如果A他的话 我感觉选啊 因为他有大招 然后还有加血 再加上这个后面还有一个火枪 我们现在需要等一个散尸啊 因为散尸是非常克全能的一个道具 因为他呃 首先散尸现在不算上那个效 呃 这什么 不算上攻击特效了吗 啊 不算上法球 那么出一个散尸 然后赏金可以足啊 其实其实赏金可以出 赏金是唯一一个敏捷英雄 而且是不太需不太像我需要装备 双刀已经很够了 对了一个FUR开大 来单杀赏金 这个FUR凭啥单杀赏金呢 他最多可以把赏金打跑 里面这边中了冰魂的大赏金 还差点把它给单杀了 这个FUR真的是啊 出要么他他这个装备路线 比较尴尬 一般你想如果是走DPS的 走输出的 就不会去升级红杖 说如果升级红杖了 就一条路到底了 然后他不知道出啥了 还想单杀赏金 那可以真的可以说是对吧 厕所里打灯笼找屎呢 那现在咱们 这个全能骑士买了一个神2700 这个是要做冰甲 这个点要防一下啊 因为我们的呃 这各全能骑士的 因为基本上要么就是 洗羊刀 对吧 他放不住技能直接死 这边一个火枪在那边放放散弹啊 在这个在那边浪 那火枪主要还出了一把跳刀 我这个打不着他 他自己打不着他 他就跳跳走了 上路FOR单上了斧王 那我出了一把单刀啊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输出非常够 就是攻速不够 跟那个全能骑士买了 这个全能 他这个应该就是极限速度了 跑得飞快 先直接上来杀过 他一下就打出了残尾 我只能直接原地TP了 这个先知 现在他的红杖等级 应该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因为他电我一下 我直接残血 我起来还是太少了 我们赏金和斧王 又在独秒钟 现在要 现在要打他们 一定要出散尸 因为如果 有全能 这个英雄顶在前面 他们后排的输出 是非常恐怖的 像什么火枪啊 火女 所以我的输出 就打不到他们后排 我一去后排呢 就容易死 他们这个打架 就是可进可退 可攻可守 而我们呢 基本上就是打一波 这边又碰到了 这个全能 你看他这个移速 这个移速 哎呦 还有一个火女想连 我直接落地 就推推推走 然后打他 你看我只能普攻打他 哎呦 他 爱里啊 这有点过分了 这三辆好的 打到全给我 又吃了一个FUR的 打对面 这个全能 其实又在找我啊 赶紧来一个神灵武士 给我杠他们 对面 这个正面 有一个蛇 小的大招在 蛇棒 这边我们的人 也全起了 他们还敢追 他们的技能 已经全没有了 我一个标 两个标 标死 小白 然后这边 等这个FUR的 这个全能 也得死 五级大根 电我两次 再加上一个火女的大 啊 为了杀我 我估计 出个五级红杖 我看他是真的是 厕所里打地铺 离史不远了 就他那个装备 其实我们这个赏金 如果不出散尸 啊 或者出了散尸 再补一个暗灭 对吧 然后再补一个BKB 什么蝴蝶大云 这五级大根 单单 单单是后话啊 现在一看这个数据 他就 五级大根 还是非常给力的 因为我们 虽然说你看 赏金和富王 都是1600的血 但是 加上 他的大招 然后问题是赏金 也不敢跟他反打 如果反反打他的话 他一看认假 赏金还是得跑 我们这个这种吧 就是 我和冰魂 冰魂就是一个大 我呢 属于这个后排输出 然后富王 什么赏金 还有这个 就三个进战 三个进战 对面分配队就比较好 远程又有控制 又有EOE 这局对面 有一个小歪加火枪 然后推塔就特别的厉害 这边有两个被赏金打空血 冰魂一个大招 然后这边一个把我吹起来的火女 直接被神灵留在了上河道 富王这把 我感觉 出个BKB 还要快点打出他的冰甲BKB 因为他如果没有冰甲的话 他就受 他虽然说有BKB没冰甲 他就受不了火枪 火枪都输出 然后我们现在推线也很难 因为不敢把现在推的太深 如果是推的太深 他们随便一个小歪 或者是火枪的狙击 加上先知 就能杀人 我们抓人也比较容易 我们抓人有腐王加冰魂 这两个 五级大概 现在就是要防一手这个权能 因为权能现在的装备太好了 双刀冰甲 非常非常的肉 再加上他自身的技能 没有人能够在他放一的时候秒他 对面抱团推下 然后我趁戴上的队友已经要上了 火吼住了先知 我一标两标三标 给FUR加了这个大招加套子 但是他加套子就会取消他大招的效果 这边我来等队友 查了查了蛇豹 我看一下加血 神灵冲冲冲就直接死 一标推一下 不要中他的冰甲 这波估计就很难打了 先切这个一标两标 还有国女一标两标带走 全能全能 我现在他他现在好像是没有这个没有 没有一了 这个磨免这是特别 他一加上磨免 我这个英雄等于等于就没法玩了 如果我自己出善失的话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是觉得我不是最适合出善失的 而且呢 他磨免只能磨免一个人 对吧 对于小鹿来说呢 不一定要杀全能 如果因为全能这个英雄是 父王可以克 父王可以跟他跟他打 然后赏金可以和他打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 等会啊 这边他在追着我 要把我活生生的给死 我看一下加血 我们的冰魂买活过来 但是冰魂这个英雄也是魔法系的 对他没有任何的 威胁 我们神灵赏金 父王都可以打这个圈呢 我的话 对吧 帮他们把这个火女后 什么后盘输出 全部A关 包括这个火枪 火枪也是特别怕我的一个英雄 然后如果我做散事的话 我 因为我这个小鹿 他是小鹿 还是做扬刀比较好 直接一点啊 对面的火枪也是双刀 然后买了一个攻击爪 应该是要做这个水晶剑 与此同时我们的赏金已经掏出了最最克全能的一个装备 散尸之刃啊 这边开始表演单杀这个小歪了 然后配合冰魂的一个大招 这边全能好像是给了他上了套子 反杀了我们的 反杀了我们的赏金 然后小歪被冰魂的大招给爆死 这边一个开悟的府王想去救 正好这边来了一个红点 然后这个先知直接给了我一个红杖 我顶着刃甲 把他给标死 我说了他离史不远了 五级红杖是越拖到后面 感觉这个杀害呢 越是作用越小 对吧 当他后面他秒不了人了 红杖的红杖的作用也就没啥了 然后这个道具呢 还占格子 也不加什么属性 火枪装备还是挺慢 因为只要FU2一放大啊 这个兵线一过来 他就不敢带线 然后他只能打野 打野的话 FU2本来就是侵占他们野区资源的 还有活女 对吧 所以这把火枪吃的资源肯定是比较少 打团呢也不敢上上去前面收割 这个这个权能的套子 基本上要么就是给自己 要么就是救队友 这是我们现在有散失了 其实可以尝试着推塔的 因为有了散失之后 呃 全能可以第一时间秒 或者是可以逼他放大招 这这把呢 我们的神灵就比较惨了啊 因为神灵在对面这个阵容 呃 很容易死 很容易冲上去就死 再加上对面的全能装备又比他好 所以他的发挥空间的被限制了 这把我老陆的话 对吧 就不用小陆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这几标秒对面的活女小歪 加上这个火枪啊 甚至是 这个FU2 一标打上去的伤害 基本上应该是有个 300左右啊 就是应该是最低伤害 因为小鹿他推进的伤害好像是按这个距离来算这个百分比加成的 所以你要算到很具体比较难算 但是如果是一个标再加上推推的话 这个伤害应该是能有五六百的啊 纯粹伤害就是减去所有 纯粹伤害就是五六百 所以这个英雄 你看如果再加上他这个攻速达到极限之后 连这个全能都在打野 他们他就全能也不敢受限 因为有他他应该发现了我们这个赏镜已经做出了散失 所以他有点怂啊 这个他的终极装备应该就是双刀冰甲冰眼 然后再做什么龙心啦 只要他能够顶得住 并且打得出输出啊 这个全能就是好全能 全能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什么密法了 推推了啊 站后面加技能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像他玩的那种 然后我也玩过这种全能特确实特别的恶心 死不掉 然后又能够无限的加技能 咱们的哈斯卡对自己没有太大信心啊 但是我跟他说 只要我找得到火枪啊 我们的这个父王哈斯卡 那些很小 哈斯卡这个英雄本来就是不吃磨免的 他唯一最最害怕的就是全能走物理装啊 然后火枪的装备起来了 只要我找到火枪 然后让他跳不出来 这火枪基本上就上不来了啊 最多放一个G 这边一个隐身的 隐身的活女在那边浪啊 他是有三十的 把他这个圈子给三十掉 漂亮 但是赏金直接挂掉了 我在下面 打出了许多丢失 现在我们三只剩了三个人 他们想打盾 他们这波 人骑 我们在下路河道这边 僵持 小维的大招也放了 F1上去出现 火枪状态不是特别好 我想上去偷了他 但是全能躲在前面 这全能进了肉山 这个顿势绝对不能放给他们的 活女也进去了 哈斯卡没大 活女再多一仗 一标 两标 跳走 三标 学量非常少 这边偷偷的 啊 他给了这个 但是我还得标他 活女吹起来 我直接推走 推走 不中他的T漂亮 这个推推 没谁了 然后再标一枪火枪 直接挂掉 两枪直接挂掉 再边哈斯卡 看BKB 刚活女 这里还有一个全能 一标直接死 应该是全能应该惨了 给自己加那个套子 先不管 先把这个F1砍死 然后我还有这个跳刀推推 等下跳刀CD 跳刀CD 加推推 这全能必须追死 不追死的话 他就不知道浪的代价 浪的后果是啥 一标 两标 三标 死不死 没有套子 果然容易出事 哎呀好 一波打了我4400块钱 接下来的装备啊 我想一下 是做攻速装 还是做一把羊刀 把这个全能克死死啊 对面现在前排鼓励啊 完全是靠一个全能 如果没有这个全能 他们后排可以说是一排 一排散杀啊 现在赏金装备起来了 赏金装备起来了 他可以选择把那个 戒指给卖了 戒指给拆了 然后和一个祭品啊 因为他如果有输出的话 是需要祭品的 再加上打那个全能啊 有吸血的话 就不怕被全能 这个A或者是全能 这个加血神圣伤害啊 现在杀他们的人 我们的神灵装备也还行 有一个BKB 然后一个绿杖 这要想了一下 我还是要缺点攻速 因为我现在前期的话 小鹿放标 其实挺怕蓝不够用的啊 因为他那个三技能和大招 都是挺费蓝的 然后现在的话 有蓝的话 也不用做羊刀 羊刀就这么的 虽然说挺好 然后回蓝也很快 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缺攻速 我攻速越快 我爆发就越高 杀人呢 对吧 也就越容易 所以我选择先做一个强袭啊 又撑护甲 然后呢 不怕全能 不怕火枪 然后又又有攻速 强袭这个装备做出来之后呢 最后一件装备 我可以就可以卖这个双 卖推推吧 卖推推 然后换一个羊刀 有有了强袭之后 其实我秒这个 没有 没有磨免的英雄 没有没有磨免的单位 是非常非常快的 打了42分钟 这盘我都没有感觉 打了已经42分钟 我们连对面的下塔都没有推翻 啊 现在对面的这个FUR 已经不敢来召杀人了啊 因为他的这个五级红杖啊 捉死装 对吧 越来越鸡肋 让他知道 杀人 FUR这个英雄 杀人确实容易杀得多啊 因为基本上他的大招就和那个呃 宙斯的大差不多全平 然后呢 非常容易收人头 再加上他有一个红杖 前期你看我们赏金很脆 冰魂很脆 我也很脆 但到了中后期啊 我们血量基本上都是2000左右 他一个红杖一个大招 就算能打到一半血啊 甚至再多点血 那他没有普攻 没有输出啊 是完全没有用的 对吧 一个全能又顶在前前排了 其实现在腐王的吼 加上这个呃 赏金的散尸 基本上啊 是可以秒了他的 如果冰魂再丢一个大的话 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边我们打了盾 拆完对面的下落的所有外塔啊 还是不肯走 不肯走的话就试试看高地 你看我们的赏金 物性也非常的高 刚才吼就能死 也确实啊 因为他一口那赏金肯定会接散尸 然后冰魂再丢个大 然后全部我来飙死 对吧 在这个高地的话 有个盾啊 有个盾 对面有火枪 火枪高地是非常难上的 除非呃 这个腐王非常的果断 刚才把这个全能给秒了 再加上中上的兵线也过来 看情况 如果他们出来打 啊 还不来打的话 那还不是去收线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有装备可以出的 不然他们他们打钱的空间 就现在比较小 现在我们 呃 才刚刚我感觉就是有点优势 这边真的上来了了 火为啥不跳 吼 散尸掉 然后 哎 直接秒杀这边 哎呦 把 怎么出了一个蓄令刀这么有钱吗 啊 我找到火枪了 我找到火枪了 火女在这边 火女一个大招给了神灵 火吼空好了 神灵挂了 这边 这个火女被我几下给标死 跳上来秒火枪一标两标三标四标直接死了 这个小路一标啊 这个小白一标两标啊 三标啊 四推套一下 然后再四标跳走 哎 没标出来 火枪买火一标两标三标四标 直接半残 拆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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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拆塔 我们这个上路线要被FUR给收了 这边还有这个小白的蛇棒 刚才火女一个A杖 不知道他啊 他应该是A杖打给了神灵武士啊 这边我们已经没有兵线了 没有关系 可以兵魂回去收 然后我们继续拆 这一波打的还行啊 这波打的还行 因为这个全能 这个全能 难道不知道我们有散失吗 还这么浪 他是不是觉得他无敌了 不知道我的伤害非常非常高的 这边这个府王干嘛 卖盾 直接被火枪给点死 我感觉我的 我感觉我的这个攻击射程好像完全不用神灵武士上去顶了 因为我可以在塔不打不着我的范围内去去打塔 和这个火枪一样 你看我们秒了全能之后 非常顺利的就把他们的塔给拆了 然后还能安全撤退啊 但是这个府王好像分不清分不清情况 我们现在是面对对面五个人 赏金直接被他的虚灵刀加红杖 这个F1有一套对吧 我红杖大刀秒不了你 既然我一条路已经走到走黑了 我就对吧 再出个虚灵刀 我虚灵刀加大根 但是效果还是很一般啊 这局我最最想杀的啊 除了FUR和火女之外呢 就是这个全能了啊 因为你这个不知道老小鹿啊 标那种肉 用他的标标那种肉身上有事有多么的过瘾 看到他们的血一管一管的掉 那感觉真是老爽了啊 特别是这个有有这个磨免的全能 我再也不会让他抬起手啊 你等我出了羊刀 我再也不会给你抬起手加磨免的机会 就把你活生生的给飙死 我们现在已经破了对面一路了啊 比较比较稳 这边有小鹿的局呢 还是蛮容易输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英雄打团起来啊 经常死于各种不明AOE 如果有人稍稍针对他的话 你看对面的活女这局就针对不了我 因为我呢 先出了推推 然后又补了跳刀 他除非是刻 哎呦 要出事 差点出事 一个虚灵刀加上五级大根 他刚才是先大招 然后一个虚灵一个红杖 把我1984的血量直接打到了500血 我了个去 如果他的这个大招是在虚灵我之后 然后再中到我 那么我估计就也就差不多了 还是有点想法的啊 所以说现在就路人是就玩家水平是越来越厉害了 如果不是我我的老我的小鹿 一般人的小鹿真还真受不了他那一套啊 对吧 我把推推给卖了 推推这个道具 其实前中后期都好用啊 但是后期的推推 我觉得基本上是用来救人 或者救救自己啊 所以呢 我就把推推给卖了 因为这个性价比的肯定是羊刀比较好的 毕竟我是占后排的 所以这局如果对面活女就刚才话题没说完 活女刻意来抓我的话 我还是会死很多次的 就比如说他不用这个吹风啊 直接就是在阴影处TTD 然后大招 因为活女用完技能之后有攻速 攻速加成 他那个攻速加成打我 还是挺快的 不像这个嗯 前面没有装备 对吧 又没有封脸 那打我就是会中我的一技能 攻速减120 这让我们来推对面的上路了啊 这一波整装待发装备全部齐 技能全部有 散失 你会发现出了散失之后 我们整个局势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这一波我只能说啊 这把羊刀一定会立大功 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我有羊刀的这个情况下 只要他散失掉了全能的套子 我秒羊 然后呢 他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所以这一波上高地 虽然说有火枪的高地 非常非常的难伤啊 但是他们有火女清兵又非常快 这边冰魂丢了大招 我们的赏金在哪里 赏金请散失他好吗 散失住了 然后直接仰住两标两三标 把他给A死之后 看一下准备牵后排了 A张的想法一标两标 三标四标 火枪一标两标三标 被我们的人呢 哎 我们的我们的赏金 虎王加神灵在哪里 A直接跳走想 还说跳到想 怎么突然就我和冰魂两个人呢 还好他们全部把人杀完了 没有技能 不然感觉我也走不掉 斧子跟老哈怎么死的 斧子跟老哈应该是浪死的啊 其实只要秒了这个全能就够了 还有冰魂的大 就是扔的有点早 不然这波是一个完美团啊 对对对对对 他们这个A张蛇棒特别的厉害啊 这里F12想杀我们的这个冰魂 你看着我两标一标两标三标 直接被冰魂的大给爆死 还是这边一个刚才想追我的这个活女啊 看见我直接跑得飞快啊 因为我这边有扬刀啊 所以我呢 我就不回家 也更新不了什么装备了 再更新的话 无非就是把这个相位换成飞鞋 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跳刀换 换成啥装备啊 基本上也换不了了 所以呢 这把基本上就是要把他们给快点 快点就推平了 如果不快点推平的话 其实说实话我这个装备 还是挨不了火枪几颗子弹的啊 因为如果火枪到后期出了BKB 老鹿这个英雄 如果别人一做BKB啊 你输出就没有了啊 你没有输出的话 你就随便被别人追杀 看BKB追你 热山杀了 我们府王这把是密法鞋先锋盾 密法先锋盾斧王 这个套路 其实我觉得府王 在那个主点灯的版本啊 是一个特色 现在的话基本上都都见不到的 主点灯的版本前期啊 可以说是三两三级就能够游走了 然后到了反正到了六级 那时候现在的府王输出啊 基本上靠后 以及呢 府王啊 就是一个点灯骨灰 追着别追着别人 然后活着是呢 把别人给追死的都不用大招的 这一波我们打盾 打完盾推中或推上 我们的兵线都不错 下落兵线都不用管啊 对面这个权能 其实我觉得权能他是不是先做兵眼 比兵甲好 那兵甲这个装备 你再怎么有钱 他还是一个后期装备 而兵眼的话 如果你先出 你基本上可以单杀所有人 给自己一个套子 对吧 带一个宝石 我们的首先 我们的赏金不敢近身 然后呢 你找到赏金 赏金还没你跑得快 然后再做一把跳刀 对吧 绣的给飞鞋 这波还是得先秒这个权能啊 对面的权能已经 哎 还敢 福王你在哪里 我就问你敢不敢好 这个赏金直接去打他了 呃 这里啊 A张 哎 哎 哎 小白的A张舌棒差点把我们的赏金给A死 还好 这个神灵给他加了一个血 灰药 又做了一个灰药 装备有点顺序有点问题 如果是裸灰药 或者是双刀加灰药会比较好 啊 这个时候他的输出简直是可以说是爆表 然后刷钱能力呢 啊 在他们那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的 灰药全能 非常非常的猛 因为全能这个英雄吧 我我感觉真得真得削弱 啊 又有磨灭 又有加血 还是神圣伤害 然后呢 又肉 啊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减速光环 这个减速光环 我跟你讲 太致命了 哎 福王是个机会 你怎么 福王是个机会 别怕 福王可能是看到赏金不在啊 因为赏金是唯一一个可以破他盾的 冰魂 冰魂这个大又放 不是放的晚 这就是放 一直放的太早了 啊 虚灵刀加上大五级大根 直接把我们的赏金打残 如果他刚才接一个大招的话啊 这个虚灵就完美了 他现在只有打 这个先知现在只有打一套的 赏金 看你了 然后我直接把他给扬 就秒杀 不要打出面死了 不要打出面死了 他还是开了大招 还是把他开了大招啊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的神灵死了 一彪把他给搞死之后又是 哎 我们的赏金不是 啊 父王吼了一伤 直接把小白给秒掉 他们已经缺少了一个强力硬扣 然后两标 不是你火枪在那偷偷摸摸的点 我算几个意思啊 浅滩若能中得水 宝海中 中将定乾坤 王八走到 驴台体和我装啥 社会人呢 小白满活 这火枪能咋地啊 我先把小白给撤死 但是等一下啊 捋一捋捋一捋 好像对面 好像对面比我们强是吧 啊 这边一标直接走 他还好 他刚才的红杖是用在我队友身上 这边府王又来了 斩死了火女 冰魂买活 这小白两三标的事情 还有这个FUR一标啊 跳过去一标两标 这火枪直接就 你你是谁 你是谁 啊 我扎死你 我去了 这个标啊 谁能挡我 谁能挡我三四标 我就这么问了 魅惑魔女爱游杀 起了个这么好听的名字 杀人的时候 对吧 动作还那么的优雅 但是这个伤害呢 一点都不像 一点都不和这个英雄匹配 对吧 这又又是一个矮人拘手 你看这个先知要来跟我浪了 来 虚拎我 请虚拎我 再来 不是啊 我今天不标死你 这个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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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别给他加套子了 一标两包就死 你又给他加套子 我受不了了 能不这么恶心吗 能不这么恶心吗 我最希望这个这个先知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次我有羊刀了 如果再不来的话 我可要拆你们的三路了啊 这只有一个活女赶上来 但是我别说终于来了 一标两标 三标 四标 把它给弄死 回去一标 两标 死 这太解气了 这 整整打了一个小时 我总共才能设多少标 你还给别人加这个磨面啊 哎呀 哎呀 话不多说啊 这这一期咱们这个天有多高 手有多烧的我啊 玩了盘小路 又拯救了世界的和平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呢 不得不和大家啊 暂时的说再见了 咱们下个星期五 不见不散啊 如果你还没有观视频的话 对吧 你就看到我给大家特地精心准备的一点小福利了 对吧 饱饱眼福 然后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六日晚上七点开始 对吧 和大家聊聊天 唠唠嗑啊 呃 说说心里话什么的都行 还有这个小杰大什么都在这个YY频道 90358 给大家直播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 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拜拜